今年的ICRA2024机器人大会刚在日本横滨落幕 作为机器人界的顶级国际盛会 这里不仅有硬和学术交流碰撞的火花 还是全球机器人炫技斗艳的大舞台 简直就像现实版的机器人总动员 ICRA2024到底有哪些看点 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机器人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每当这类全球性的科技盛会 也是中美日三国科技的竞技场 而今年中国机器人军团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 绝对是本次大会的一大看点 语树科技 福利业智能 云深处 逐迹动力和乐具机器人等 众多企业的机器人纷纷登场 首先来看看语树科技 他们的人形机器人HE和GE这兄弟俩 绝对是全场焦点 身高1米8的大哥HE 往哪一站都是标准的模特身材 气场全开 而旁边的小老弟GE虽然个头小了不少 但好在精致灵巧的身躯 让他成为了全场最亮的仔 还主动与观众握手 萌太十足 你就说爱不爱吧 更让人心动的是 只要9.9万 你就能把他带回家 这让全球科技迷们心动不已 还有他们的四足机器人 也进行了各种花式表演 比如倒立行走等高难度动作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福利业智能的人形机器人GRE业 首次亮相ICRA 并分享了他们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 前沿技术和科技理念 GRE绝对算是目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颜值担当 它的长相炫酷 充满了科技感 不过 GRE只是在现场做了些基本动作演示 并没有过多的技能展示 为什么不在现场表演一下架头 或者来个中医按摩啥的 那得多圈粉呢 四足机器人的表现 同样令人惊艳 云深处科技的新一代机器狗 绝影Lite3 展现了逆天的稳定性 无论你怎么虐它 它总能稳稳地四脚着地 即使被人用脚使劲踹它 或把它拎起来再扔出去 它也能迅速恢复平衡 而X30则不仅在工业场景中广泛应用 还能在野外环境中爬山涉水 探索未知的领域 堪称全能高手 逐迹动力带来了两款机器人产品 一个是四轮族机器人WE 另一个是双族机器人PE PE5自优雅 行动稳健 这个在网络上爆火的双族机器人 曾在野外环境中高动态地 完成了多种复杂地形的移动 即便受到了人为攻击和踢打 它都展现出了超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 乐趣的人形机器人跨腹 也在ICRA2024上亮相 它搭载开源鸿蒙系统 还和海尔家庭机器人合作 推出了面向智慧家庭场景的应用 和服务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不仅能跳跃 适应多地形行走 还具备洗衣服 晾衣服 插花和浇花等家务能力 让机器人走进家庭 服务人类生活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转到日本竹场 东道主自然也少不了强大的机器人阵容 川奇重工 早稻田大学 Kawada Robotics等都带来了他们的最新机器人产品 川奇重工推出了三款新机器人 包括人形机器人Cogdomini 服务机器人Niok4和四族机器人BaxR 这些都是首次发布 其中 Kawada Mini作为Kawada Friends的后继产品 机身整体重量减轻至40公斤 提高了反向驱动能力 即使在与人接触时 也能保持安全 Kawada Mini的手臂设计轻巧 可以自由活动 是一个旨在与人合作的人形机器人 BaxR是四族机器人RHP Bax的小型后继产品 曾在2022年国际机器人展览会上亮相 并因在人掩饰而成为热门话题 这次的BaxR虽然采用了悬浮展示 但其腿根部的活动幅度很大 能够进行爬行等动作 而由于尺寸较小 人们将无法再骑在它身上 Niok4则是另一款新发布的服务机器人 尽管它更加紧凑 但手臂的运动范围很宽 这次的设计专注于站地面积小和快速转弯 使用了Trail Orb的三个球体的全向移动小车 此外据说还可以自由选择其他类型的手推车部件 而躯干伸展的机制仍然得到了保留 早稻田大学的人型机器人Erik 在现场展示了他做饭的技能 有人要蛋炒饭吗 Erik还展示了擦桌子 做家务的技能 这是一款由AI驱动的通用型智能机器人 可以学习各种复杂高难度的任务 虽然Erik的动作看起来有些慢 但他立志成为一个优秀的家务机器人 在日本展会上一定少不了一些奇葩的机器人 有些机器人不但长相怪异 还能展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任务 比如Noki就展示了刷马桶的技能 在日本当然少不了动漫元素 比如这个叫Hatsuki的动漫机器人 由Hatsumov朱氏会社开发 它完美地还原了动漫人物的形象 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动作行为 都生动呈现了动漫角色的特点 RT公司的人形机器人Bonago 这是一款由3D打印塑料外壳 整体重量减20公斤的廉价机器人 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处理 通过AI视觉系统和深度学习技术 这款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不同形状的食材 并完成从拾取到装盒的整个流程 实现了食品生产包装的自动化 Kawada Robotics的人形机器人Next Edge 主要用于多种生产和制造场景 通过先进的视觉系统和两只拥有15个关节的机械臂 Next Edge能够安全高效地完成复杂的人类工作 比如电子产品组装和产品包装等多种任务 美国方面其实参展企业并不多 特斯拉 Figure Eye Igility Robotics 这些美国机器人大厂都没有参展 可能他们觉得最近没什么新东西可以展示 或许也是因为下一届ICRA将在美国本土举办 回到展会 波士顿动力带来了他们的四族机器人Spot 作为全球首个商业化量产的机器狗 在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目前Spot已在工厂、建筑工地、研究实验室等多场景中广泛应用 销量超过了1000台 不过 现在受到语术科技等后起之秀的竞争冲击 Spot的销售接下来可能并不那么乐观 而他们的人形机器人夜压版Atlas推移后 新一代Atlas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然而 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Optimus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它开始进入特斯拉工厂打工 现在Optimus可以像人类一样 精准地将电池从流水线上装入托盘 且失误率极低 即便出现失误 Optimus也能自主纠正 迅速将未放好的电池重新插入卡槽 在性能上 Optimus的行走速度和续航时长大幅提升 相较于去年12月 速度提高了30%以上 达到0.6米每秒 续航达到几个小时 整体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其他国家的机器人实力也不容小觑 韩国 西班牙和法国都带来了非常出色的人形机器人 韩国的Rainbow Robotics推出了新型移动操作机器人RBY1 这款机器人的特点是有一个轮式底座 顶部安装着一个人形双臂机器人 被称为双手操纵器 每个臂具有7个自由度 可以垂直移动达50厘米 从而能够在不同高度执行任务 这种设计对于结构化工业环境中的拾取和放置操作非常有效 西班牙的PAL Robotics展示了其模块化设计的Tiago人形机器人 Tiago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配置 并拥有较大的扩展可能性 升级版的Tiago Pro配置了7个自由度的机械臂 并优化了机械臂的放置方式 使得机器人的双手工作空间实现了最大化 同时在占用最小空间的情况下 能够轻松伸展至正面和侧面 或轻松到达地板或高架 法国的PAL Robotics带来了开源的人形机器人Ritchie 它专为研究和物体操作而设计 Ritchie可以通过VR进行编程或控制 并且特别擅长与人交互和操纵物体 另一家法国公司Enchanted Tools 展示了两款可爱的人形机器人Miroka和Miroki 这两款机器人采用半人半兽的形象设计 拥有独特的外形和生动的数字表情 它们的设计灵感来自皮克斯的动画角色 被定位为服务机器人 主要应用于医院和酒店的配送 以及物流任务 总的来看 虽然ICRA2024不乏世界各国机器人的身影 全球机器人同台竞技 各显神通 但在全球人形机器人领域 主要还是在中美日三国中竞争 尤其是中美两国的较量愈发激烈 特别是中国机器人军团的表现越来越抢眼 不仅数量多 而且在质量上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中国似乎一直在努力追赶 向世界机器人行业看齐 但现在 全球机器人行业都盯着中国 看中国如何重构产业链 控制成本 降低价格 让机器人真正的落地应用 这股中国力量 正引领着机器人行业的新浪潮 就连Fedry的创始人也不得不来中国 寻找新的供应链合作 因为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供应链体系 同时也是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BGM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